根据Hypro-Optransportation Technologies主席Biba Greste介绍,世界上第一个商业超级高铁,将于2020年在中东的阿布扎比开放。 效果图 Greste在接受采访时透露,超级高铁将连线迪拜和阿布扎比,全长超150公里,每公里造价2000万至4000万美元。 该系统预计在8到15年内收回成本。 效果图 效果图 超级高铁专案闲10公里长度,将在2020年完成,但整条线路的完工日期,尚无法确定。 建成后,超级高铁将把阿联修之间的旅行时间,从几个小时缩短到几分钟。 而超级高铁的时速,将达到1123公里。 超级高铁绽防效果图 概念图 概念图 基本上,阿布扎比超级高铁系统,目前已通过可行性研究。 去年我们与Aldor Properties合作后,已经完成了这项研究。 它将成为世界上第一条商用超级高铁系列。 超级高铁专案的胶囊太空舱,已经离开西班牙的组装工厂。 并且正在前往法国图卢兹的途中,测试将在那里开始。 它最终会被带到阿联酋,可能被安置在即将建成的Hyplot Ad站点。 超级高铁绽防效果图 HTT站点,位于阿布扎比和迪拜的交界处,靠近2020年是博会场地,届时将拥有一个完整的商业超级高铁系统。